开始 好 我们今天镜头前 来了两位长发帅哥 对 其中一位是说我自己 另外一位是 小朋友 可爱小朋友 另外一位真的是 未来 对 国家栋梁 相当看好的 好不好 帅哥级的 那你知道他为什么留长头发吗 为什么 因为他有一次呢 他爸爸妈妈来现场的时候 就说 老板的头发 好帅喔 很有造型 那他回去就跟他爸妈说 那我也要留跟这个 然后就开始留了吗 对 没错 没错 所以你看 没想到我们也有 可以启发人家的 头发这样 是头发吗 其他没有 很好看也蛮适合长头发的 你转眼前背对好了 他一进来的时候会威女生 你知道 因为他身材也细细长长的 比较吃胖 对 你这样留多久了 我看有两三年 去年开始 去年开始 一年多 对 他的脸型也蛮适合 对 帅哥 其实长 长头发不一定每个人都适合 但我们两个就很合适 瓜子脸吗 圆形呢是比较不适合 圆形比较不适合 胖啦 对 看那边看那边 不是 看那边 哈哈哈 为什么指你爸爸 哈哈哈 他脸比较远一点 我没有在启息他 哈哈哈 他脸比较远一点 哈哈哈 他爸爸跟他比作猛 哈哈哈 但是可爱也不适合 可爱型 可爱型 爸爸非常可爱 OK 好啊 那你今天要帮大家介绍哪一支 你刚闻了 这支叫什么 对不对 对啊 嗯哼 这一支 是不是还算 有点感觉 这一支是Aquadipama的 櫻花 对 Sakura 对 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啊 Oliver 你介绍一下 你叫什么名字 Oliver Oliver Oliver很帅 就是很大方 弱弱大方 对 而且拍影片都说 那你们现在影片都拍些什么 哈哈哈 我说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入镜 好啊 哈哈哈 对啊 来那我们先试试这支 完全不怕深耶 太厉害了 好来 我喷这边 你找就喷了 我们来喷 我找就喷了 Aquadipama的 这个镜头前 为了反噬我们有喷了 所以再喷一支 有喷一支 那你 我把杯 哇 看一下这支櫻花的表现怎么样 我觉得它一开始有酒精味 对啊 正常 因为一开始夏天 多半都会酒精先带出来 对你要先让它就是 揮发 一两秒这样 一两秒 通常我们习惯就是 喷下去直接 但是那一口都是酒精味 对 先给它缓和一下 好 嗯 那你现在感觉一下 现在有没有比较好 我觉得它好像 它有一层薄薄的感觉 薄薄的 薄薄的 还有一层薄薄的 淡淡薄薄的 还没 对比较 味道没那么重 对对对对对 夏天合不合适 我们凉的 清爽吗 我们凉吧 爸爸今天不是要找一支 比较凉的吗 夏天的 这一支应该是OK 对不对 问你就是时间不符 时间不符 为什么 樱花四月 那懂很多 对 那这一支樱花 你可以帮我们形容一下 你觉得你在什么样的地方 会类似闻到这样子的想法 嗯 哦 高级的味道 高级感吗 因为你刚刚上一支讲佳乐福 是吗 差一点我们拍不下去了 别支 赶快换一支 赶快换一支 这一支你就讲百货公司了 百货公司跟佳乐福不一样 有个香香的香香的味道 我没有在骑是佳乐福 榜次 就是百货公司里面会有佳乐福 有一些超市 那我没说这是百货公司 百货公司里面超市这样 这就是香水店的味道 香水店的味道 嗯 这蛮甜的 你觉得有点甜 我觉得 刚才另外一支好臭 另外一支 另外一支 另外一支原本给她 我那支是带一点酒香的 对她来说太重了 小朋友不熟悉酒 对 那现在这个花对你应该 还可以吗 要早熟一点要早点喝酒 这一支不行不行 18岁才能喝啊 对18岁 不要像我 好喝吗 我喝过头了 所以我现在都在控制 我那个糖值过高 刚刚好就好 喝到那个糖值过高 血糖啊 很爱喝酒 两天晚上都喝了 喝了五年了 很小伯爷你觉得你很重 你觉得你很重 你觉得你很重 自己喝 自己喝 对 好那 那这一支你有闻到花香吗 嗯 我觉得它比较像是用另外一个堆 来代替那个花香的味道 另外一个什么 另外一种 一种不太像花的 香精味 哦 不是你平常闻到了花香的味道 它跟一般花香不太一样 又不太一样 它有一点带一点贴肤 可能有点色香的感觉 对不对 我觉得应该有 它前面好像也有一些柑橘掉的那个清新感 先带出来的感觉 柑橘你知道吗 你知道什么是柑橘 比较清爽的那种味道 吃过 吃过 对就是类似橘子啦 香檸檬之类的 这蛮好吃的 嗯 这蛮好吃的 OK 就带一点果香 刚开始带出来 嗯 嗯 那你暑假都做些什么比较多 什么意思 暑假都做些什么 现在都在做什么 现在是暑假嘛 对不对 对 暑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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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都没有玩耶 都没有玩 你都在干嘛 在做 我都在譬如 我在偷朋友 我朋友姐在学那个历史地理 真的啊 学历史地理 你在上课 卡达在哪里 你马上就讲出来 位置在哪里 他学的蛮快的 他是高材生的 很聪明啊 比如说现在五六年级 都已经在看国二 国二的物理了嘛 物理还是什么 生物 物理 国二没有生物 你看得懂吗 看得懂 我看得懂 都能理解 好厉害 对 真的 这个 很敬佩 像我都不太会读书 这个多少钱 这个多少钱 这个多少钱啊 你觉得 以你的年纪来说 但是你觉得男生女生适合 或者男生女生哪一个 你会不会用它 约会吧 约会 虽然我没约过会 但是我觉得 偷看别人约会的时候 好像都是 这种味道的感觉吗 学校有人在约会 蛤 你们学校有人在约会啦 有啊 那我 学校有没有学小学生 已经有人在约会啦 对啊 我很压抑 那你五年前 你也很压抑 你长那么帅 结果你还没约会 他们已经在约会 对啊 应该有女生 一定有很多女生喜欢你 对不对 有没有女生偷偷写卡片给你 她在笑应该是有 有啊 真的啊 她在笑一定有 我想到一个非常 非常怎样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非常可怕的 蛤 为什么 有回忆 怎么说 长得怎么样 不是长得怎么样 她救财你喔 为什么可怕 你可以说吗 还是你不想说 她以前呢 她就这样 她就是带自己个儿男 然后来我教室前面 她就说 16年级的女生 然后她就叫她 另外一个同学 然后说 欸 现在我可以教一下 你的电话号码 然后跟我 要电话号码 然后我告诉她 把她告诉那个女生 然后那个女生就打给我 哦 哦 她帮 她帮那个女同学要电话号码 对对对 她就一直觉得我很可爱 哦 六年级的学姐 对 哦 真好 从小就有这种烦恼 这样可怕吗 这样不会啦 那你都把电话给人家了 我不喜欢她欸 我都爱她好丑 她长 她很臭啊 很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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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才先问你说 长得好不好看嘛 她是不好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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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你就不会觉得很可怕了 对对 怎么这样子啊 通常可怕的故事都是长得不好看 当然啊 太老实了 欸我们现在这个影片 这个是会播出去的欸 还好你没有说是 那个 谁这样子 你不要把名字说出来就好 我没有讲出来她的名字喔 对对对 对 他那名字叫XXX XXX 可是将来你会 经常要面对这样子的困扰 所以你心里要先做好准备 哦 像 我是独鸟 独鸟 像我以前有经常有这样子的困扰 有吗 我都是去跟人家要电话号码 造成别人困扰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呦叫我又不太好 那就是那个可怕的人 你是可怕的人 你是可怕的人喔 好OK 那我们这一支 待会再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厚钓 厚钓 OK好 拜拜 拜拜 厚钓回来了 厚钓回来了 我已经没过了嘛 对不对 对 那你觉得这一支厚钓 厚钓 它怎么样呢 除了百货光之外 有没有让你不同的感受 我觉得这个很适合一个人用 你说 很适合一个人 因为呢櫻花呢 通常它的味道都非常淡 然后就闻不到 所以呢 假设呢 这是一个櫻花 这是一个櫻花 然后呢 你要在这边 再喷一喷 哦 所以很适合那个 然后呢 大家都会以为说 哇 它真的是太香了 然后呢 就给这个地点五颗星 哈哈哈哈 所以如果在参观 参观櫻花的时候 櫻花叶者要先去给它 噗噗噗噗噗噗 把它撒一撒 当然它在晚上12点 大家都不来的时候 对 然后隔天一入园 哇 这櫻花怎么那么香 你们家的这边特别香 可是现在要讲到它吃香了 那一个 对啊 对 欸 你很会拉 很会拉回重点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讲这一支 它的持香可不可以持香 持到六小时 然后呢 让那些吃或鹰花叶的赚钱 哦 不对 24个小时 所以如果 如果这一支的持香 一到五颗星 你给它几颗 一到五颗 的话 持香 你想给几颗 我觉得这个 夏天 它可能味道走的 included 比较快一点 对 它很快就走了 你看好像 没了 现在 gleich 应该还有辣 还有啦 对 但是你会期待的 它会更 更久一点 是吗 我會給他三顆星 三顆而已啊 你覺得二到三 那擴散性呢 擴散怎麼樣 擴散我在這個地方還聞不到 OK 但我真的這麼輕啊 他不是屬於擴散很強的那種啦 他擴散不到非常的強 那如果一到五顆星 你會給他幾顆 總體嗎 總體 不是 先講 一到十顆 擴散 一到五顆 一到五顆 對 如果一到十顆 那我給人們是不是太狠了 一到五顆 擴散 對 二 二 我覺得他不是很 他擴散的不是很 對 他擴散的不是很到位 嗯 好感動 不是很強的那一種 總分零到十 你給他幾顆 你先 我嗎 我會給他 其實我蠻喜歡的味道 因為我是比較 我覺得很香啦 對香 這個花香蠻香的味道 應該四點五分 如果 總分是十分 十分十分 我是說這個 總分換十分了 這個香味 四點五還是 四點五顆星 他這個 聞起來的味道四點五 總分嗎 總分是十分 十分耶 總分十分 幾分 四點五已經是不 他還打怕十分 他現在是他的八 哈哈 我會給 我會給 九點五 哦 對我覺得扣分的地方就是 他不能過篩 然後七角度也沒有 很持久這樣子嗎 他沒有很持久 但是如果光聞他的香氣 是好的對不對 對對對 九點五吧 如果聞他的香味 九點五 OK 那你剛剛 這下面 哈哈哈哈 不要 沒有泡好 八分 九點五 那你給八分 對不對 如果他 他的持久度和那個都 好的話 那應該就是 九點五 好 OK 提供 滿專業的耶 鏡頭前的朋友們參考 今天Oliver跟我們第一次 來嘗試 香水的影片 對 非常謝謝你今天跟我們一起 完成這一支 那我們待會還有那個三十秒 三十秒是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就是這一支香水 你要用三十秒短短的介紹 很快速的 好啊 講重點 好不好 好啊 那我們下一次見囉 拜拜 跟觀眾拜拜 拜拜 記得看囉